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呃 我都不敢想象下去了 等等 看那边 有房屋 这是最原始的茅草屋 已经破败不堪了 不知道经过了多少风风雨雨的侵袭 屋内是一些火把 没有其他东西 这有张写有字的布 打开看一下 我巨石族部落祭祀海神八爪神十余年 部落人口极其减少 不堪负重 清尽所有建造四方巨石镇奋起反抗 但最终战败 我族遗留战气神水 藏于日生日落之间 待有缘人得知 帮我族复仇 天呐 原来如此 这里竟然有巨石部落 他们一直生活在这个岛上 与世隔绝 并且我终于明白那中间的东西是干什么用的了 是他们祭祀海神用的 周围这四方巨石镇 应该是后来抵御八爪神用的 可惜他们战败 全金覆没了 八爪神 会不会就是我刚消灭的大王乌贼呢 这 很有可能 大王乌贼就长了很多触手 比八条还多 那么这样一来事情就很清楚了 那是大王乌贼的战斗力我可是领教过 确实很恐怖 没想到在这之前 他竟然杀了那么多生命 还直接导致巨石族覆灭了 对了 上面还说有遗留战气和神水 只要找到战气和神水 就有可能复仇 看来应该是了不得的东西 我得找找 在哪呢 没看到呀 再找找 哎呦 可累死我了 跑了一大圈还是没找到 水瓶里的淡水都喝光了 我得先做个淡水收集器 否则在没有找到什么战气神水之前 我就先脱水梗屁了 淡水收集器需要不少资源 我得在岛上找找 老远就看到塑料部了 太棒了 它是制作的关键 没有它根本做不出来 木棍 云丝草 椰子 我很快就集齐了这些资源 放在冰占所周围就行 尽量向阳 因为它全靠水汽蒸发收集淡水 在阳光充滞的地方会加快收集 OK等着就行了 整个下午我一边喝水一边寻找 翻遍了整个岛内也没有找到 这真让我怀疑它的真实性 天气要黑了 先准备晚餐吧 晚饭过后 我把大王乌贼的眼睛放到了巨石镇中间 这个祭祀的地方 用它来祭奠一下牺牲的巨石不足 愿你们安息 不过 战气神水 到底藏在哪呢 除了因为我受伤没有下海探索 还有这些巨石因为太高上不去 其他地方我都找过了 并没有找到 战气和神水 藏于日生日落之间 唉 已经很晚了 先休息养伤吧 晚安了 我相信明天会更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